大家晚上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天氣好好 希望你有聽到我們的報告 有做出一些趕快賽息一下衣物 或是說外出走一走 今天來看的話 這個郁度颱風減低為中度颱風 不過他的眼牆又稍微大了一點點 他在一個置換的過程 也不排除他會再增強一點點 但是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未來他往西走可能遇上東北風 所以他的強度會再減弱一點點 那整個預測上來看的話 跟過去這幾天相比 這是過去這幾天的預測 過去很發散 兩種可能 一個是往法夾彎大轉彎 一種是往西走 最新的預測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再給大家看一次 就很知道他的怎麼變化 過去這一報大概就很明顯的 從過去的發散 慢慢收斂到往這方向走 所以目前整個預測 有明顯真的是收斂要集中的趨勢 未來到明天或後天可能會更清楚 大概就會比較沒有什麼疑慮的 比較有信心來看 所以這樣走 其實的確對我們台灣會有影響 為什麼影響 各位可以看東北風就這樣就下來 然後這樣走很容易在這個地方 就有一些共辦效應 不過我們現在的預測來看的話 可能會有 但是不是那麼的大 不是每個颱風走這樣就一定會有共辦效應 但是一定會或多或少 有一點點但是可能不會那麼的強 因為這次來說的話北方是屬於比較偏乾的冷空氣 所以會有一些會有一些會有一些 但是可能雨是不會像之前煤激颱風的時候那麼的大 同時這邊比較乾冷的下來之後 對颱風來說的話它就是一個很大的殺傷力 可能很快在這個地方就會明顯減弱下來 所以這是目前整個預測影響 所以時間點大概是我們今天晚上會有一道封面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次就很清楚 今天有一道封面通過 明天就會轉為乾冷 接下來就是看這個颱風 因為這個東北風在未來下禮拜一二都是持續 這個颱風可能禮拜二禮拜三的時候 是最接近臺灣南方的時候 所以我們什麼時候會有共辦或是東半部的雨勢 可能到禮拜四禮拜五的時間 在這個之前都是屬於偏乾的偏強的東北風 溫度會明顯下滑請大家留意的 所以未來這幾天天氣變化很大 但是一步一步來 我們等颱風穩定了之後再來看 那要留意的空氣污染 今天已經有一點點空氣污染 但是還沒有很強 但是明天封面開始南下 隨著北邊大片的這個污染污南下 所以預計明天後天有一波空氣污染污南下 會影響到全臺灣都會被墊高起來 要稍微注意一下 一直要到這個禮拜天禮拜一 才會慢慢的緩和當中 所以請大家注意 本來南部就有一些可能會在墊高 所以請大家要注意 可能有一波境外的空氣污染 在這個週末會影響到臺灣 請大家留意一下 那這幾天呢 今天天氣很好 會有到30度 明天就不一樣了 低溫降到17度 可能空旺地區會拉到16、17左右 甚至不排除到15 那白天的高溫也會降到23、24左右 所以未來這個禮拜 下個禮拜 6日開始的天氣跟上個禮拜 這個禮拜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為什麼叫大家看氣象預報 這樣的變化 對於年長者的身體 是一個環境壓力 請大家注意家裡面年長者的健康 南部也會有變化 但是不會像北部那麼明顯 所以今天到明天 明天禮拜六要注意 可能東半部北部有一些震雨 但是未來這幾天 日一二是屬於偏乾的一個環境 颱風的影響 可能要到禮拜三、四之後的事情 所以各位還不必那麼緊張 等到明天請大家鎖定我們 會給大家做詳細的預報 大致上今天晚上各地 東半部還有北部容易有震雨 北部會在一個降溫的過程 中南部影響不是很大 要注意一下空氣品質 到達敏感族群部健康的等級 那明天也要留意空氣品質 明天有機會墊高這個濃度 所以又在那個邊緣之下 要稍微注意一下 敏感的朋友要注意這個空氣 明天大致上會 白天的時候會有比較濕種 也比較乾 整個溫度北部降溫了 南部會沿半天才會有點感覺 會有點感覺喔 那東半部也差不多 雲量比較多 偶真雨也會跌 溫度也會下滑一點點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 入夜若風面通過 這風面不是很強 北東短暫雨 週六開始東北風增強 轉剛冷 也會帶來境外污染物喔 注意一下 那另外呢 這個溫度呢 預計北部的低溫 在下週二前 下探十六十七度 請大家留意一下 空旺地區 那跟這個禮拜 相比就有溫差了喔 注意一下穿著 換季 然後北部的朋友 棉被 晚上睡覺棉被要換一下了喔 那中台玉兔呢 往西的機會 是明顯增格要很多 所以我們明後天 會給大家來注意喔 大家還不必過於緊張 等到明後天 會有更信心 來看這個颱風 好 好 好